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3月11号 那很多的网友这个都知道了啊 昨天也就是3月10号 中国最高领导的习近平啊 他是终于去那个武汉了 这个呢 比狗哥以前预测的晚了这个一个多月啊 上个月初 在武汉那个非常牛逼哄哄的火神山医院交接的时候啊 狗哥呢 就认为习近平啊 他应该去武汉了啊 因为那个时候是全中国人 特别是这个湖北人啊 武汉人最希望他去武汉的时候 因为习近平在中国的地位啊 已经是这个人民领袖啊 人民统帅 他的地位啊 已经被吹捧成是仅次于这个毛泽东 以前这个人民领袖啊 人民统帅啊 这些称号啊 是这个毛泽东专属的啊 习近平的那些个前任 不管是胡锦涛江泽民还是邓小平啊 他们在任的时候啊 都没有过这种称号 那习近平这几年啊 各种称号呢 是越来越多 大家呢 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 是在2018年的时候 就有的一些尊号 习近平同志是全党拥护 人民爱戴 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 军队统帅 人民领袖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掌舵者 人民的领路人 这个呢 就让狗哥想到了中国历史上那些封建王朝的那些个皇帝啊 后妃啊 他们的那些个尊号 大家呢 最熟悉的这个大清的啊 慈禧老佛爷 他的这个全部的尊号啊 全称是这个慈禧端幼康夷 昭玉庄成 受贡亲献 重夕圣母皇太后 很长 很繁琐 但是呢 都是这个吉利话 然后呢 就是很多网友都很喜欢的这个电视剧 权力的游戏 里边这个龙妈的头衔也是很长的 叫风暴降生 丹尼利斯 铁王座的合法继承人 安达尔人和先民的合法女王 七国守护者 龙之母 草海上的卡丽西不焚着解放着 所以啊 像这些很长 很繁琐 很神奇的头衔啊 一般的都是出现在这些个封建王朝 或者说是这个奇幻的小说里啊 但是呢 在中国最近几年的这种现实中 他也是出现了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头衔 也是这个越来越多 所以呢 这个大家可以想一下 中国人给了习近平这么多的头衔 这么大的期望 党的核心 军队统帅 人民领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掌舵着 人民的领路人 那一个多月之前 中国遭灾最严重的时候 武汉人自生自灭的时候 全中国人都一脸懵逼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作为人民领袖的习近平 是不是在当时就应该展现出来这个领袖 这个勇气和作风 义无反顾的 去武汉 给全中国人一个定心玩 是不是应该这样 这个呢就是狗哥当时啊 预测习近平要去武汉的原因 但是呢这个实际情况 习近平呢 当时没有去 而且呢 不仅当时没有及时去 他还一直迟迟不去 一直拖了一个多月 到昨天才去 而且呢 这一个多月呢 习近平呢 他就待在北京 完全没有离开北京 那这个情况呢 就让狗哥呢 对习近平的这个勇气和担当啊 有一个这个新的评估和认识 这个呢 在以前的影片里说过 狗哥呢 今天就不重复了 那习近平昨天去武汉 其实呢 就是一次这个快闪活动 上午到下午呢 或者说晚上呢 就回北京了 一共呢 在武汉呢 也没待几个小时 那在武汉停留的这几个小时里 他也搞出了很多事情 比如说呢 号称是一下飞机 就直接去了这个火神山医院 但实际上 他去的是这个火神山医院旁边的 武汉市职工医疗院 在这个疗养院里啊 通过视频 跟所谓的这个火神山里的这个病人啊 通话 然后呢 他又去了武汉的一个居民社区 要近距离的这个慰问啊 武汉的市民 但是呢 在他去之前 这个小区的所有居民家里都去了警察 监督啊 要监视居民 不要喊一些不该喊的东西 这个大家都知道 几天前这个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孙春兰 他也是在武汉的一个这个居民小区考察 结果呢 居民们就狂喊啊 假的假的啊 都是假的 发泄这种对小区物业 对当地这个政府官员的不满 这个情景呢 就让孙春兰本人和这个武汉的官员们啊 都是非常的尴尬 所以呢 这次中国的最高领袖习近平 他也去这个武汉的居民小区视察 那就绝对不能让这种情况再出现 所以呢 这个小区的每个家庭里啊 都禁住了一个警察 就把居民啊都监督起来 都监视起来 不能让他们乱喊 你只能喊这个中国加油 武汉加油 感谢习主席 你不能喊别的啊 这个呢 就是极权社会啊 警察呢 要管到你的家里 管到你的床上 管到你的脑子里 所以呢 习近平他昨天在武汉的这次快闪活动啊 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他本人的其实也知道啊 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但是呢 又不能不去啊 因为毕竟呢 还要这个逢场作戏啊 对党内外 他要有个交代 也让这个中国最底层的这些老百姓啊 激动一下 所以呢 他还是去了武汉 但其实呢 整个行程 大家回想一下 他的这个整个行程啊 是很潦草 很敷衍的 几个小时的这个快闪活动啊 真的是没什么意义 刚才狗哥说了 这个习近平昨天去武汉 最大的意义 就是让这个中国最底层的这些老百姓呢 激动一下啊 就是那些个习惯 看这个新闻联播的中国人 他们通过新闻联播 看到习近平在武汉 肯定呢 还会是这个激动一下下的啊 觉得真的是这个 人民领袖爱人民 中国的还是很厉害 很牛逼的 但是中国现在的状况 是不是这个 不看新闻联播的人 是占这个大多数了 对吧 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人 那这些人 对习近平去武汉 是不是没有什么感觉 狗哥认为呢 他如果在一个月之前去武汉 那中国的很多年轻人 可能呢 还会认为 他比较牛逼 比较给力 但是呢 你现在再去 是不是也就呵呵了 正在看这个影片的中国网友啊 大家都可以留言说一下 狗哥的这个判断 对不对 那狗哥自认为啊 这个判断的还是比较靠谱的 实际的情况呢 这个也是在昨天 习近平呢 去武汉的这个快闪活动啊 完全没有成为中国舆论的这个热点啊 中国的宣传机构 他们肯定是希望这个人民领袖啊 每天的活动都会成为中国人关注的热点 特别是中国的网民 年轻人啊 因为你这个抓到年轻人 就是抓到未来 抓到网民啊 就是抓到这个最大的注意力和眼球经济啊 那中国的宣传机构 那些个宣传官员 他们的应该也是明白这一点了啊 但是在昨天 他们是完全失败了啊 习近平在武汉的这个快闪活动啊 完全没有引起中国网民的太多关注 整个昨天 一直到今天 中国网民呢 都在关注另外一个事儿啊 对这个事儿的关注度啊 是远远超过了 对习近平在武汉这个快闪活动的关注度 那到底是什么事儿 把人民领袖的这个活动给搅黄了 大家看 这个呢 是很多网友的都很熟悉的二维码 一堆的这个二维码 其实下边的还有很多 如果大家呢 用手机扫一下啊 不管是用什么app 只要是能扫这个二维码的 大家扫一下啊 现在呢 正在看狗哥这个影片的这个网友呢 大家呢 就可以这个拿手机来扫一下啊 如果说扫一下 大家呢 就能发现 原来呢 这些二维码呢 他们能够组成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名字 是这个发哨子的人啊 是中国大陆的杂志人物刊发的 然后呢 大家再看这个图片上啊 有很多这个看起来乱七八糟的这个数字啊 有很多的数字 其实呢 这个是明码的电报 如果呢 把这些数字呢 放到明码电报的翻译软件里呢 大家呢 也会发现啊 这些电报的内容呢 还是那篇文章 发哨子的人 然后呢 还有很多 大家看呢 这个呢 是发哨子的人 经文版啊 就是说 用这个几千年前的这个经文啊 也就是铸造在这个青铜器上的那种文字啊 写的 那这个是发哨子的人的越南语版 其他的还有什么甲骨文版 天书版 火星文版 盲文版 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 太多了 太这个眼花缭乱了 那人物杂志的一篇文章 从昨天开始 竟然被中国网友啊 制造成了这么多的版本在传播 很多的还是这个 很无厘头的版本 比如说什么火星文版啊 精灵语版啊 而且到今天到现在还是有各种版本在中国的网络上不断出现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这两天中国网友呢 这么热衷这篇文章 借这个文章呢 好像是在玩一场这个大型的行为艺术 根本就不管习近平在武汉的这个快闪活动了 归根结底一句话 就是中国网友呢 在大规模的反抗中国政府的这个网络审查 发哨子的人 这篇文章呢 是人物杂志 这个采访报道 那他是什么内容 大家呢 应该都知道这个武汉的李文亮医生 这一次的这个大灾难啊 他被中国舆论的认为是吹哨人 那人物杂志的这篇文章呢 就是采访了当时给李文亮提供哨子的那个人 李文亮当时的微信群里说 可能是出现了SARS冠状病毒 那给李文亮医院检测报告的人 就是人物杂志采访的这位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的医生 叫艾芬 他呢也是李文亮的同事 所以呢 这篇文章呢 就把艾芬呢 称为是发哨子的人 李文亮呢 是吹哨人 这位艾芬医生呢 是发哨子的人 给这个李文亮哨子的人 但是呢 人物杂志的这篇文章 出来后不久就遭到了中国宣传机构的全网封杀 那为什么会全网封杀 就是因为这篇文章呢 报道了更多当时的这个医护人员要披露真实的情况 但是呢 被打压的细节 更多的这个真实的情况 所以呢 这个中国的宣传机构就不喜欢 就对他采取了这个全网封杀的手段 不想让中国人呢 知道这些情况 然后呢 这个中国网友呢 就一下子被激怒了 因为这次的武汉肺炎的疫情 中国的大灾难 现在已经是埋延了全世界了 构成了全世界的一个大灾难 那中国网友中的一个共识 就是这次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啊 中国官方 他对真实情况是在隐瞒 对披露真实情况的医护人员呢 是在进行打压 这其中呢 就包括李文亮医生 这个呢 就是导致这场大灾难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那一个多月前 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时候 为什么会在中国舆论里引起那么大的反应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中国网友 第一次知道吹哨人这个概念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对中国政府啊 打压言论自由的这种极端的反感 一次总爆发 那吹哨人已经被打压过一次了 现在一篇这个报道发哨子的 这个医生的文章 又被全网封杀 那中国网友呢 当然要第二次愤怒了 因为中国政府呢 你根本就没有吸取教训 对不对 还是在打压言论自由 还是在打压这个真实的信息 那这样的结果 是不是就说明一个多月前 中国网友悼念李文亮医生 悼念吹哨人的那种情绪 就完全白费了啊 完全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尊重 对不对 那中国的网友当然就不干了啊 所以呢 从昨天到今天 就发动了这么一场疯狂传播 发哨子的人 这篇文章的运作 中国宣传机构 网信办 各个媒体平台 都在疯狂删出这篇文章 那你疯狂删 我就疯狂转发 而且是采用各种形式 各种手段疯狂转发 这个呢 就是中国网民从昨天开始啊 跟中国政府宣传机构的一场 直接的大规模的对抗 在狗狗的印象里啊 中国网民这么直接 这么大规模的 跟中国政府宣传机构的 直接的对抗 这个呢 是第二次 上一次呢 就是李文亮医生去世的那个晚上 中国网民发动的这个要求 言论自由的运动啊 那一次的运动啊 持续的时间没有太长 也就是几个小时 但是现在呢 大家正在见证的这场疯狂转发 疯狂传播 发哨子的人 这场文章的运动啊 已经呢 是从昨天 持续到现在了 那这个网民参与的规模 跟上一次相比 显然是大了不少 李文亮医生去世以后呢 当时呢有一种声音 认为呢 中国人的缺乏记忆力啊 当时要求这个言论自由呢 只是一场狂欢 只是昙花一现 但是啊 从昨天开始 到今天的这场运动 恐怕呢 就会让一些人改变那种看法 中国人是不是真的缺乏记忆能力 狗哥认为呢 未必啊 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人 90后 这两天的运动啊 很明显 就是受到上个月 李文亮去世那场运动的影响 没有当时第一次的反抗运动 也就没有现在第二场的这种反抗运动 其实呢 中国网民的情绪啊 就是这么慢慢的 一步一步的发生这个变化的 以前呢 狗哥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 就是最近几年 这种信息技术的大发展 包括这个中国政府 大力推的这个人脸识别 到底呢 是会加强极权社会 还是说呢 会加快这个极权社会的瓦解 那通过这两天的这场运动 中国官方呢 在通过各种手段 人工智能 AI啊 在疯狂的删帖 但是呢 中国网民呢 也在通过各种手段 各种信息技术手段 在疯狂传播 发哨子的人这篇文章 通过这场运动 狗哥是观察到啊 狗哥也是相信 这个信息技术啊 最终还是会加快这个极权社会的瓦解 信息的传播 最终会战胜对信息的这个封杀 好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也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转发分享狗哥的这个影片 感谢大家的观看 在明天再见 拜拜